你見過什麼樣的中國 是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遼闊 還是三百萬平方公里的澎湃 是四季輪轉的天地 還是冰與火演奏的樂章 像鳥兒一樣 離開地面 衝上雲霄壁 結果超乎你的想像 前往平時無法到達的地方 看見專屬高空的奇怪 俯瞰這片朝夕相處的大地 再熟悉的景象也變了一副模樣 從身邊的世界到遠方的家園 從自然地理到人文歷史 五十分鐘的空中旅程 前所未有的極致體驗 從現在開始 和我們一起天際遨游 甘肅 位於中國的西北部 黃河穿越蘭州 將這片土地 劃分為河東與河西 一南一北的山脈 擠壓出一條約一千公里的狹場走廊 片片綠洲勾連著中原與塞外 我們的飛行之旅從甘肅中部開啟 邂逅別樣的黃土高原 穿越時空隧道俯瞰濃耕文明的過去與現在 順流而下 看一條大河如何變換色彩 最後 魚座古城不期而遇 飛行在甘肅的中部 大地就像凝固的波浪 數千萬年前 這裡曾是廣袤的水面 遠古的狂風帶來漫天沙塵 一層層的淤積在水中 大約八百萬年前 湖水干涸 有了黃土高原 跟隨遊客的車隊進入這道峽谷 數百萬年前 這裡仍舊充滿著大量湖水 跟隨遊客的車隊進入這道峽谷 隨著地峽的抬升 每一萬年水位褪去一米 鬆軟的泥沙被河水帶走 附著力弱小的沙石從岩壁迅速墜落 河谷的兩側 堅硬的沙力岩卻屹離不倒 這裡最高的石柱有兩百多米 相當於七十層樓高 石林一般是由可溶於水的石灰岩形成 黃河石林的容貌得益於大自然持續地塑造 我們無從想像 未來這片石林將被雕刻成什麼樣子 在黃河的壁灣之中是龍灣村 長時間以來龍灣村與外界的通路只有兩條 一是峭壁上的羊長小道 另一條則是承作羊皮筏子 羊頸部的刀口是整張羊皮的唯一破損之處 製作筏子需要使用山羊的皮 耐磨的山羊皮在經過處理之後 可以使用十幾年 乘坐羊皮筏子現在是龍灣村的旅遊項目 羊皮筏子古稱隔船 在黃河上的使用時間已有大約兩千年 西北高原上黃土層面積較大的平坦地形被稱為圓 董治元面積最大是超過九百平方公里 平坦而細膩的黃土層讓這裡成為中國農耕文明的發源地之一 每年八月到十月是董治元降雨最集中的時期 降雨沖刷著疏松的土層 董治元的圓面與溝谷之間的最大高差達到兩百米 傾斜的坡度讓這裡的水土極易流失 留住黃土高原的水和土有很多種方式 莊浪人選擇了修建梯田 從1964年開始 這裡的人們用整整三十四年的時間 將山地修整為近百萬畝的梯田 如果將莊浪人移動的土方堆成一米漸方的土墻 可以繞地球六圈半 衛星圖中 我們可以更為清晰地看到這幅人工描繪的巨幅畫卷 發源於青海的陶河 在下游來到了甘肅的黃土高原 在黃色的山鑾中穿行 越來越多的霓沙開始在這條河中匯聚 龍繪山下 桃河匯入黃河 原本碧綠清澈的黃河 遭遇了來自桃河的泥沙 一笔浓重的黄色颜料 就这样缓缓汇入了黄河 在刘家辖水库 桃河与黄河交融汇聚 之后黄河穿过大坝 继续向东行进 一路吸纳越来越多的黄色 成为名副其实的黄河 黄河自西向东 穿过兰州城区 两岸的人 在这条狭长的河谷中生息 从西汉 兰州正式建成开始 这座古城的人口逐步增多 如何沟通黄河两岸 成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山桥 第一座跨越黄河两岸的铁桥 一九零六年 德国商人 以近十七万两白银的价格 承包了铁桥的工程 当时中国无法生产出 符合剑桥标准的钢材 所有材料均从国外采购 历时十个月才送达兰州 如今 中山桥已经百岁高临 不再通车 接替它的是兰州 陆续建成的二十多座 跨越黄河的大桥 2014年 兰州西站正式启用 高速铁路入驻兰州 从兰州到新疆 兰新高铁要经过五个强风局 在这条铁路运行的列车 需要经得住正负四十摄氏度的 温差考验 也需要顶住十二级大风的思念 离开黄土高原 来到甘南草原 跟随牧民转场的身影 一路向东 看黄河在草原上起舞 追随候鸟的足迹 来到他们的乐园 翻越高山 发现一处与世无争的秘迹 最后加入一场盛大的狂欢舞会 高原的草场是牧牛的故乡 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牧牛 在中国 每年六月到七月 高原的草开始返青 牧民们赶着牧牛群 来到夏季牧场 一直到冬季来临 牧牛喜欢群体生活 一般只需要一个放牧人 就可以管理一大群的牧牛 看似凶猛的牧牛 警惕性极强 为了让它们安静密室 牧民放牧时 常常与牧牛保持适当的距离 数千年的游牧生活 与高原草场的相处之道 早已被这里的人们了然于胸 马区师地有多慷慨 黄河可以知道 大大小小超过三百条支流 像毛细血管一样 分布在地表 地下则是厚达数十米 可以蓄水的泥碳层 马区师地 想蓄满水的海绵 将地上与地下的蓄水 释放给上显弱小的黄河 黄河刚到马区时 携带的水量 只占总水量的百分之二十 离开马区时 已经达到了 总水量的百分之六十五 黄河在甘肃 青海 四川三省交界的地方 形成一个大大的弯曲 滋养出广袤的草 蝴河在甘肃里面 123 三十三 三十五 高原 赋予了 河区马 强健的提破 他奔跑起来 最快速度可以达到每分钟800米 距离运动后20分钟 呼吸就可以恢复正常 直到今天 河去马悠然的身影依然陪伴着目准 西北人方言中 嘎就是小的意思 这片湖泊被称作噶海 黑井鹤 世界上唯一在高原 死亡 我好看 是张哇 我好看 最好的 我可以说 我们也现在去宣写 Savannah 你 我们给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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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这种功夫在空同山中真实存在 如今的空同山除了道观 还保存有不少佛教寺庙 和古代学士的讲学之所 陡峭的上山之路 考量着每一个造访者的意志与恒心 越过乌烧岭 我们开启一段艺术与自然之旅 古生中感受西征将士的豪迈 石窟画卷中重温佛教的新火相传 一路向西 山体上的油画震撼登场 翻越麒麟山脉 惊叹冰山融雪创造的勃勃圣迹 我们下来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想起见 帖子保存在 重温佛教的想要 感谢观看 兴趣报名 我们下来 快起来 快 水 我们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像重复着古代的战争 沿着河西走廊继续向西飞行 马蹄寺一座以石窟而闻名的寺院 将洞窟连在一起的 是开造于岩壁内的永道 永道又陡又窄 想要登顶极为困难 洞窟内的塑像 最早建于大约一千六百年前 历经修复 保留至今 马蹄寺内有一个马蹄印记 相传是天麻所留 由于这个印记 周边的山河都有了马蹄的名字 amos 秩序 依靠不同的飞行设备 人们可以从高空俯瞰彩色的丘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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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面积超过0.1平方公里的多年性雪堆和冰体都被称作冰川 透明梦科冰川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 是麒莲山最大的山谷冰川 冰川会移动 世界上的冰川每天的移动速度从几厘米到数米不等 像舌头一样伸向山下的是冰蛇 这是冰川的末端 冰川水从冰蛇下流出 奔向西北的荒漠 整个河西走廊百分之八十的水量来自麒莲山 奔跑在这里的每一匹马都有自己的尽力 数字和字母代表不同的内容 通过编号人们可以找到每一匹马的家族信息 山丹军马场 亚洲最大的军马繁育基地 山丹军马场的历史悠久 一直官办 如果从西汉名将获去病 在这里屯兵木马算起 它可以说是传承了两千多年的老字号国旗 提到油菜花 人们通常想到的是烟雨朦胧的南方 当油菜花来到河西走廊 马上就绽放出西北的豪房 金色的油菜花和绿色麦田错落相连 宛如一块艳丽的地毯 金昌 一座年轻的城市 这里的蒸发量是降雨量的十八倍 干燥阳光充足的环境 却让这里成为马鞭草的天堂 黎麦为河西走廊带来全新的颜色 黎麦虽然被称为麦 但是它的近亲却是锅菜和甜菜 这种作物被认为是一种全营养食物 单一食品就可以满足人体基本的营养需求 黎麦来自南美洲安地斯山脉 人类种植黎麦的历史大约有七千年 而它来到河西走廊还不到十年的时间 河西走廊 绿洲的面积不到百分之八 中原与西部的交流与沟通 为这片土地带来超出人们想象的色彩 最后这段旅程我们将飞越荒漠 探寻遥远的边地往事 前往沙漠中的绿洲感受一段辉煌历史 水的奇迹和戈壁沙漠随时颠覆人们的想象 这曾经是河西走廊上最难以逾越的关口 家御关 这座壁垒是明长城的最西端 万里长城最终在家御关画上句号 行人通关在当时需要获得品证 叫做关照 功能类似今天的护照 我们今天说的关照一次 就来自于这种古代通关的凭证 这座关口的两翼曾经都建有长城 他们从家御关南北两侧 一直延伸到两边的高山和峡谷 这段长七百五十米的长城 就是保留下来的一段 它建在四十五度倾斜的山脊上 好下悬在空中 因此得名悬臂长城 家御关的整套防御体系绵延数十公里 修建了一百六十八年 关口就是那个年代的边防重地 和大洪泳蚀繁国监制 风是戈壁滩的主人 风力发电将风转化为人们可以利用的电能 风电装置的内部装有一个增速部件 二级的微风就可以让风车发电 而当风力超过八级 保护装置会自动使风车停止工作 设备的顶部装有探测风向的传感器 它会让叶片始终迎着风的方向 墨高窟 东西方艺术汇聚的地方 一千六百多米的断崖上 前后十个朝代 在这里留下了数百个彩塑和壁画洞窟 墨高窟 北沙漠和戈壁包围 最近的沙园距离洞窟仅有一公里左右 细小的粉尘拥有锋利的棱角和极高的硬度 它们随着空气流动进入洞窟 会对壁画造成伤害 墨高窟的脆弱超出人们的想象 也正因如此 对于这里的保护才愈发现得急迫 伴随着缓缓升起的太阳 西北的这片沙漠即将成为一个欢快的乐园 即使要靠梯子 攀爬这座沙丘依然很艰难 即便只爬到半山腰 也要二十多分钟 但目的却只有一个 在高速下滑中体验速度带来的快感 速度太快 有时也会乱了方寸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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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春风不渡玉门关的诗句 让这里成为遥远边地的代名词 玉门关设立之时 这里并不寂寞 士兵一边驻守一边耕种 开始了屯墾树边 高地之上的土墩 是阳关保留下来的遗迹 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诗句 让这座关口充满离别之情 在古代 出了阳关意味着告别家乡亲人 迎接行人的是未知且艰险的征途 穿行在这片戈壁怪石之中 你可以听到风声 风沙不曾将这里吞噬 反而年复一年 送造着这片土地的样子 造型刻意的亚丹 变换着姿态 只要大胆想象 总能发现熟悉的身影 从空中遥望 气势磅礴的远航舰队 正在沙漠上乘风破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